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这半个多世纪以来 苦心经营着海上军事力量 没料到被中国一举超越 在这个领域 印度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优势 据了解 印度自从脱离英国独立后 英国除了给印度留下几十年的大麻烦 在先瞎之际 还帮印度组建了一支现代化海军军队 在英国好心送给印度一艘现代化航母时 中国尤且仅有几艘改装的木制武装渔船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 印度航母发展了几十年 国产航母的制造至今还停留在原始阶段 据印度学者表示 印度和中国航母几乎同时创下了世界纪录 但是两个国家的心情却天差地别 为什么会有如此感慨呢 据该学者称 不出意外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将在未来一个月中进行海誓 离下水时间一年不到 开工五年时间不到 而相比中国 印度首艘航母从2005年正式下水 最快也要等到2019年海誓 迄今为止有13年泡在水里毫无进展 创造了历史建造航母的最慢的记录 在航母建造方面 中国实现了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一个发展过程 甚至连建造航母的重型机械都完全国产化 而印度航母如果没有美国或者俄罗斯的技术援助 海誓之日将遥遥无期 所以从真正意义上来讲 印度这一艘国产航母算不上国产航母 除了002型航母 未来中国将建造更多的航母来扩大中国海军的国防军事力量 有迹象显示 中国第三艘003型航母正在上海江南造船厂 火速建造中 并且中国未来还会推出核动力航空母舰 有外媒分析称 中国未来至少将保有6个航母战斗群分布在不同的海域 外媒今日披露出一个大消息 俄罗斯罕见开口 向中国界辽宁号训练 详情请关注一号哨所微信公众号 回复俄罗斯了解详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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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